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一路开高走低从10点之后 确实是把投资人的信心全部都给击溃了 中场是下跌了162点收在16408点 而且成交量继续萎缩到2295亿 这些都是10月份我们在操作上的警讯 特别是我们来观察到前低是16248 距离现在的16408 其实只要再大跌个160点 也许只要在一天就会挑战到跌破前低了 所以难道10月份我们的Q4开始 真的是不好操作吗 那么今天台股跌成这样子 重点是我们来看 货柜三雄是全面的再度跌停 直接全部躺平 让航运族群不管是水手啦海参啦 继续不是晕船而是沉船 重灾区是航运股 货柯三雄全部跌停 但是成交比重一样是还有三成多 而电子的成交比重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是在四成左右 所以现在难道台股真的是危机重重吗 特别是恒大今天又爆雷又停牌了 到底后面还有多大的危机 四伏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要请晨晨老师来谈一下 今天大家大概最 觉得最痛心的就是货柜三雄继续沉船 而且其中阳明已经看到二位数了 这件航运我们怎么办 好 其实货柜三雄 我们先来看大盘好了 来 我们在讲货柜三雄之前 你要先来看大盘 其实我们在上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其实已经就先有先预告了 就是说航运股 那时候韩族你还在问说 航运股它自己本身到底这边能不能买 还是可不可以再爆 对不对 对 我们说因为它是走破底的走势 那其实你刚刚好你有点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你看今天 其实航运已经很久没有比重 又来到这么高了 30% 那今天的电子又掉到43%左右 今天为什么航运量会这么大 最主要今天杀盘的重点 就是还是在杀航运 上礼拜大跌的时候 台积电也跌 可是台积电贡献的指数 其实不到100点 那今天整个这个航运股在杀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杀融资 因为我们其实航运股的融资 已经到了这个开始 又是一波断头槽的这个水位 好 那在讲航运之前 而且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刚好讲到说 大部分的股票都在跌 除了什么风电 或者是限电里面 有几档受费股在涨以外 那大部分我们在上礼拜 其实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说这一次下来 其实很多人在想说 可能会到前低 或者是五月中的低点 但是我觉得这边 我们这边跟各位 大概做一个介绍 其实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我们过去这一年 一直没有碰到的 那就是年线 年线 年线目前为止 它还是在持续往上 持续往上 意思就是它其实往上 到年线的位置 它其实基本上跌破几率 是还不太高 因为我们大盘在这几个月 前前后后打到季线 打到半年线都有 就是没有打到年线 那年线位置在哪里 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就说如果破了 那可能就会测年线 对不对 年线在上礼拜五 还没到一万六 可是今天的年线 已经到一万六 然后其实这两天 也开始财政部 打电话给银行说什么 说好像要守这个一万六 万六保卫站 所以你要说 为什么它要守万六呢 刚刚好怎么样 就是刚好 这个年线的位置 正好现在在一万六 到了明天 年线又往上了一点点了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明天再下去 真的如果美国因为上礼拜五大涨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台股就开高 很多人以为美股大涨 今天开高就会走 开始进场想追高 没想到九点多之后 就一路往下 可是如果你知道航运 要断头的话 很多人就被融資追缴 你就不会去追高了 因为航运现在会影响我们的指数 是 所以明天 如果万一今天美股没有再涨 是跌 那明天肯定再往下 继续沉到地下十八层 如果再往下 今天是一万六千四百 那其实真的在恐慌 要杀了四百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明天如果这样下去 有可能就很快就到一万六 那到一万六又是年线 我想这边就会有人开始 去低接个股了 至于低接什么样的族群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 那我想航库这边呢 有可能明天再下去 就会开始奉财政部之命 开始进场 去低接个股 好 来 所以回说 话说回来 这一波沙盘 我们讲猎杀红色十月的 最主要的元凶 就是这三招潜水艇 来 第一个 就是阿婴阿阿民阿阿亥阿 你记得我们在 三兄弟一起落难 你记得我们七月理财大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讲那个什么 均值回归 因为那时候电子的成交比重就是偏低 对 曾经七月二号还曾经来到18 对 18 20以下 对对对 我们股票看了二三十年 从来没有看过电子比重这么低了 大家都去买船票了 对 因为都 然后那时候的 那个航运股的比重是到五成 对 那这是均值吗 其实这不是均值 就是这不是常态 那其实股市最终会回到常态 当它回到常态的时候 股价就会各自修正 好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 礼拜五我暂停节铁跟你讲说 它还会破题 很简单 因为你看今天很多都是农资在追缴 其实上礼拜五的这个航运股 特别是长龙 阳明 旺海在跌的时候 因为他们已经是破这段时间的低点了 破这段时间的低点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农资就已经遥遥准备 遇罪要被追缴了 结果礼拜五一破 那个断头令 就是农资追缴令开始发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一点呢 你看 长龙这边 我这边有跟各位准备一个图 这边就是有关于他们的农资成本 就是所有农资余额的这个平均成本 现在这边 好 你看农资余额最高的成本 平均成本 大概长龙大概在180这边 是 好 那180通常要追缴就是 因为我们农资只要四成的资金 你这四成如果赔光了 你就要被追缴了 那180的四成 四八成大概70几块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它跌到110追缴令就出来了 那就是110追缴令出来 所以 今年102 110被追缴 你这边你就要被断了 所以同样到了阳明也是 这条线我帮你做出来了 这个农资的平均成本线 也是差不多在180附近 因为它两个骨架很像 所以一样 到了这个110 120准备 就是断头了 那万海也是 万海大概在200 280附近 所以你算一下也知道 这边一破就是开始追缴断头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 持续往下破底 那你说那海会不会继续跌 当然会啊 因为这条线 这条线一直往下 下面都有融资 有融资 有融资 所以他们要止跌 就是要断干净为止 没错 所以现在这个阿荣 阿明 阿海 现在真的不能间列细细 想说我要赶快进去抄底 其实陈辰老师 从7月开始 就一直不断提出警讯 到上礼拜五都还在说 水手们差不多 不能够 这时候我在抢着去买船票 不然你买的是一张 买船的票 那如果航用法布局的话 那又要看好哪些族群呢 好 我们上礼拜 我其实就有讲过 你可以锁定四大成长产业 那这四大 我们上礼拜有提过 那其中一个就是 不管是高速传输 还是先进制程 都是跟半导体有关 那在半导体这一块呢 我们先来给你看 因为之前有一些半导体的利空 我这边跟各位做整理 其实很多晶片厂 它有看出来晶片荒吗 那麦斯威尔它的这个公司 他们讲晶片短缺延续到明年年底 有没有 那超维的执行长苏之锋 也曾经讲过 上半年可能还会持续持勤 那库克不用讲了 他们现在确认什么 成熟制程的晶片 所以对半导体的来讲的话 没有疑虑 就是不像说航运 它运价开始往上跌 好 那半导体供应链也怎么样 酝酿涨价潮即将来临 我这边做一个表格 联发科11月要上调晶片价格 联勇它也要在10月跟11月 分别上调SoC跟DDI 瑞育它也是10月要上调 翔硕它也是怎么样 在明年1月要上调20% 信华预估第四季要涨价 确确日期还不知道 这个国外的駁空 駁抗它也是 10月要调高20% 换句话说 半导体在下半年 在明年还会非常的热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有这边有跟各位讲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今天的联发科杀下来 今天有一根下影线 有没有 有一根下影线 再来 这个是细制裁的立望 也是立望 今天怎么样 收红K 有没有 所以再来 这个 智源 来 今天还是守在什么 守在这个季线之上 我们上礼拜就有特别点到智源 其实还不错 对不对 对 上礼拜我们龙哥 有讲到智源 其实我们认为 NRE设计服务 或者跟先进制程 或者是跟这个 IC设计的服务的这一块 基本上 在这一波杀下来 是相对比较抗跌 当然有一些股票 比如这个IC设计族群 也有一些股价 也是跟着 赔账的 我认为其实 这个时候你反而是可以选择 华力转身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 IP细致材部分 IC设计可能还是第四季 我们要布局的重点是吗 龙哥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像刚刚 陈伦老师有提到的 整个在晶片荒的情况之下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 产业的供应链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非常满窄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说现在大盘 沙盘 但是你说整个晶片业 或者说整个半导体产业 它的一个营收 它的获利 或者说它的订单需求 还是很满的情况下 当然我认为你在逢低的时候 反而可以去寻找 这一块的一个投资机会 那我说过了 你如果保守点 去找一些中游的下游的风策 那如果你比较积极的投资朋友 你往股本小的IC设计 去寻找一些投资的标的 我相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在现在这个景气 混沌不明的这个红色十月 还是黑色十月 到底我们该怎么这样子 持音保态到底是要减码呢 还是说我们现在要再 找不错的这个族群进场布局呢 观光回来之后告诉你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让理财大亨来讲你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教的是 龙哥苏建峰老师 其实在上礼拜五呢 他有特别点名到塑画族群 那么在今天大盘 几乎是全盘皆末 开高杀低之下呢 这塑画其实算是相对抗叠的 也算是龙哥你的观察有找到点上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可以发现 大盘杀得很厉害的情况下 其实说话早上 尤其像台区亚区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早上都还在红盘以上 对 都还在红盘以上 那当然最后尾盘是跟着杀下来 但是我认为这没有关系啦 因为毕竟大盘在杀嘛 盘是还没有止跌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不要随便冒然进场 我上礼拜就有讲过了 我们现在是以观望为主 我们去观察说哪些个股筹码稳定 那等大盘滋稳 我们再去进场这些筹码稳定的个股 那它后面上涨的一个空间 跟速度就会更大 例如说我们从台区来看 它现在也出现了连四黑 有没有 其实但是我认为出现连四黑不错 对 因为它反而是杀回了月线 它反而杀回了月线的一个支撑 那你看上礼拜在杀盘的过程当中 我说过台区是外资在买的 那外资你看它卖这么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如果说你真的来看的话 其实外资是没有什么卖的 所以在回撑的过程当中 筹码相对上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那我就会特别去留意它 那特别留意它是什么 其实明天你就可以去看 它如果说又杀破月线 但是出现了个下影线呢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稍微止跌的力道 投资朋友就可以好好来观察 那例如说在下一档来讲的话 亚聚这个是投信在买的个股 它也一样出现了 其实它是连五黑 但是如果高点在算的话 它也是连续四根的一个黑K 那黑K现在你看 第一个成交量缩 量缩回撤 这是一个多头的回撤 那再来看 投信有没有卖 还在买 都是筹码稳定的 对 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法人的筹码 是不是就特别的稳定 相对大盘来讲 你说外资大卖线 或者说你说整个指数 说实在话 从1760跌到现在也1200点了 也跌了1200点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种状况 投信还敢进去买的话 我相信绝对 投信不是笨蛋嘛 它不是笨蛋 所以它一定是有做过研究 知道它后面的一个营收 它的获利的状况 还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 它才会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进去买 要不然股价下跌 其实法人是不太会买的 他们是顺势操作的 股价上涨 它顺势一直加码 但是股价下跌 它会一直卖 对 它是做一个顺势操作 那既然它在下跌 但是它在买 投信持续买的话 相对上来讲 从买就是相对的稳定 那华夏的话更夸张 华夏可以看到 外资跟投信一起在买 华夏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嘛 它是做一个PVC的 PVC来讲的话 从八月份到现在 已经涨15%以上 那涨这15%也创下近期的新高 PVC的报价来到1500美元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这个回撤 你看嘛 大盘刚才看 刚才晨晨老师有讲 大盘线型已经跌到 已经连线半连线去了 但是你看它有跌到吗 没有 完全没有还撑在上面 还是一个多方的线型嘛 对 所以这种相对来讲 筹码稳定的情况下 投资这种相对上来讲 就可以持续留意 那例如说 今天沙盘中心 刚才有讲到货柜三雄嘛 真的 刚才有讲到 不管是阿米阿龙 亚阿海一样啦 通通一起沙 通通一起沙 但是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 基本面真的有那么差吗 其实基本 这一波下跌来讲 基本面是完全没有变的 甚至都是利多 例如说 你说塞缸 你说缺柜 或者说 你说上礼拜 上礼拜指数的确真的下跌了 运费的报价 上海出口极端下指数 的确是下跌 但是这个是因为说 大陆它在黄金十一周 它前面会有个拉货槽 那拉货槽完 当然你的一个运力 就会稍微下降 但是马斯基来讲 这是全球的龙头嘛 他预计说 接下来会接什么 接美国的耶旦记啊 对 然后再还有我们农历的春节啊 对啊 大家的礼物都还在海上啊 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他预计 第四季它到后面 这稍微的回车是很正常的 但是后面呢 整个运力还是会持续上升 所以他说 塞港也是相当的严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基本面没有改变 好 那我们撇除基本面来讲 那第二点呢 你要看到技术面嘛 那技术面刚刚其实有提到 技术面一定是偏空的 这不用讲嘛 你看那一路的下降 有没有 一路的下降 那它其实支撑就在这嘛 很简单 上礼拜我就跌破的第一个 是 那我之前就教大家一句话 整理的时间越久 未来突破的行情就越大 那它整理的时间越久 未来跌破的行情也会越大 所以你说它下跌 今天再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你看它整理那么久的区间 你看 整理两个月了 不止两个月 如果从这开始算 七月八月九月 整理三个月 一次跌破 这个应该还有下跌的一个空间 只是说 它下跌到底会跌到哪里 大家都在问 到底它会跌到哪里 所以它就是打回原型 都变成十几块 有这可能吗 打回原型十几块 我是觉得不可能 我是觉得不可能 只是说 在现在情况下 你不要说到十几块 我看可能到五十块 所有人都死光了 所以不要到十几块 但是原则上来讲 大家可以去观察 刚刚洆洆老师讲到一点 就是融资 融资是这一波行情 为什么它一直杀下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块 第一个它短线已经有超跌区块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再来第二个就是 融资要有效减肥 那第一个超跌信号是什么 超跌信号是 十日线大家看一下 十日线现在在两百块 例如万海 万海在两百块 但是它今天收盘 现在已经跌到这里来讲 我记得我算过它的一个 乖离率已经有15%以上 通常一档个股 离十日线的乖离率 有15%以上的话 叫做超跌 往上左叫过热 然后往下左叫超跌 那超跌它随时会反弹 但是何时会反弹 没人知道 这个没人知道 如果知道就 上帝 就上帝了 就神了 所以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 这时候的确 是可以不用杀爹 但是有些人万一 你是融资了怎么办 融资还有一个融资鱼饿 刚才晨晨老师已经讲到 全部都跌破融资身份线 会被追缴了 没错 上礼拜五就先出来了 礼拜五融资鱼饿就开始下降 我觉得这好事 你看这一波下跌 融资之前上涨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然后到下面 融资鱼饿其实都没什么变 死都不出来 死都不出来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航运要涨 我有说过嘛 全部都散户在里面 你看嘛 外资在干嘛 外资是在卖嘛 对 然后你看投信在干嘛 投信这边 我记得 那个长龙他也卖很多 所以基本上两大法人 对于航运来讲 从六月份开始是一路卖钞 对 是一路卖钞 那都是散户在买 然后外资法人在卖 对 那现在他会拉给散户赚钱吗 当然很难啊 比较难 所以这样因为 他们不是吃灾念佛 外资没有那么好 因为外资赔钱是散户赚钱 这好像乖乖的吧 对对对 他们通常应该是外资赚钱 散户赔钱才对嘛 所以外资没有那么好心 会拉给散户赚 那他唯一会拉的就是 等农资死光 我们两位老师就是散户救星啊 不能让大家一直被割韭菜 对 那万海我们看到200块是他的这个十日线 那长荣呢 长荣其实跌破100 也是一步之遥而已 真的是 可能明天一开盘就会看到 但是我是认为 他如果再超跌一个 例如说明天开低 这个多方的短线的筹码会进去 短线 我一直强调现在他是短线 为什么 因为他均线都下完嘛 他的中长期的趋势是偏空的 他是偏空的 所以就算他再往上走 也叫做短线的反弹行情 所以大家不要期望说 他会像六月那样再飙回去哦 千万不要这样想 那这十一个反弹行情 大家要稍微去留意 那整个长荣 万海也一样 万海已经跌破100元了 阳明更是跌破 阳明已经跌破了 所以你看这外资也是继续卖啊 他不管怎么卖他都赚嘛 他成本超低的啊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拉给散户去赚钱 比较难啊 说实在比较难 所以大家这货柜三雄的话 其实还是要稍微去留意 好 所以两位老师共同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货柜三雄 我们看到他现在跌 别高兴以为是进去超低的时机哦 其实并不是小心的 你只是进去当这个最后一根的稻草啊 那到底我们这个海运呢 现在要继续保守观望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好哪些族群 好 今天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今天在上涨的族群里面 我有发现一点 这五倍卷概念股都比较逆势的上涨 那比较集中在于观光餐饮跟饭店 那五倍卷来讲当然啊 你说短线上他能够去吃一下 我觉得是一定会的 例如说你看现在很多的饭店 或者你说餐饮 都提出很多的一个优惠 我记得像金华 好像还买六千送一万 你就像他花六千住一晚 他送你五千块的一个餐饮券 又送你五千块的住宿券 所以你花五千好像送一万 所以这个都会有刺激消费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其实像一些易飞王啊 或者你说美食K1啊 甚至你说像夏都这种饭店 雄司旅游 南能湖这个观光概念的来讲话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逆势抗叠的一个情况 这些是比较适合一些喜欢生活悬股法的 这些投资人会喜欢去做这样的操作 所以老师你特别看 五倍卷概念股 它算是一个完全新的族群嘛 因为五倍卷是最近才上来的 那么易飞王美食K1 夏都跟熊师和南能湖 也许投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们的走势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是想说 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的是 细制裁支援 被老师点中了 对 细制裁支援 今天也可以发现它相对很强 它盘中还有涨5% 最后好像涨了2%多 但是原则上来讲话 细制裁它就是一个未来趋势产业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它的线型 我们先看一下五倍卷概念股来讲话 你看它的线型 跟刚刚货柜三角是不是不一样 货柜三角刚才全部都是这样走 股价都是在破底 但是你看他们有吗 他们没有 他们是在往上 他们均线都是往上 例如这一档是美食K1 你看这成交量还出 投信还在买 投信很少在买这种股票 所以大家在看 但是只是说 我这边唯一提醒大家一点 五倍卷概念股的一个题材来讲 它比较偏向题材性炒作 你说它真的贡献营收 对 没错 有 但是你说获利会进来很多吗 其实不会 因为上半年他们亏损都亏得非常离谱 所以你说它真的要赚多少 不会 但是这短天上有个题材情况下 我会建议大家以短打为主 好 我们看到亦飞网 或者是我们这些都是以短打为主 那致源则是我们上个礼拜就看好了 包括这个也是 陈辰老师也很看好的一档个股 是为什么 好 致源因为它本身做NRE设计服务 那现在又是成熟制成 我觉得它是成熟制成的 这个设计 IC设计服务的代表 也是这个最近法人 投信一直琢磨的个股 所以致源拉回 我觉得它目前还是走多头 我这些投资人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好 就是其实在生活选谷方面 我们可以留意一些 跟五倍券相关的商机 那如果还是习惯做电子方面 我们再继续找里面钻石在哪里的话 则是可以往这个IC设置台方面 去做布局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不愧是英雄所见略童 大家特别都是特别提醒大家 海运族群 特别是货柜三雄 现在不是我们想说 别人恐惧我贪婪 我要进场抄底 还不到时机 那么十月份呢 我们依旧是维持这个保守观望为宜 那么对投资人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方式 因为上礼拜我们都有点到嘛 其实到十月十八号